前不久的创造101非常的火爆,各种高颜值才艺多的小姐姐,有唱歌好的,有跳舞好的,有长得漂亮的,但是要说热度最高的呀,既不是舞蹈非常厉害的孟美琪,也不是甜美可爱的吴轩怡,而是啥也不会的杨超越,杨超越的走红非常的令人匪夷所思。 他唱歌走调,舞蹈手脚不协调,最多就是长得好看了点,可是练习生最不缺的就是长得好看的了,为什么他就红了呢?有人喜欢自然有人黑,杨超越虽然非常的火,但是黑粉也是非常多的,从他走红,就开始扒他的黑历史,还去他的老家采访他爸爸。 我们也从网络上得知,杨超越的绅士真的是有点可怜,他家庭不富裕,就和很多普通人一样,是个农村的姑娘,从小爸妈就离婚了,爸爸一个人把他拉扯长大,上到初中就辍学了,去上海打工,来做练习生也仅仅是因为一个月2000块钱还管吃住。 大家都知道,节目中的杨超越是非常喜欢哭的,可是,据他爸爸回忆,杨超越好像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哭过,是一个非常坚强懂事的小女孩,有什么苦都自己咽下去,让爸爸放心,杨超越的个性非常的接地气,实在,看起来非常的单纯,毫无心机。 这也是众多网友喜欢他的一个原因,善于自黑,实力不够,就一直一直努力,而且人是热搜,体质很容易就火了起来,长得真的很好看,尤其是和其他选手对比之后,更是被韩国网友称为杨娃娃,最重要的是纯天然,没有整过容的。 然而近日,网友爆出了一组杨超越小时候的照片,声称这就是你们的杨娃娃,这是换头了吧,我们可以看出,照片上的杨超越,跟现在实在是大相近平,看起来十足的村花,所以,不少网友都怀疑,是不是整了容,但也有人表示,就是女大十八遍而已,小时候肯定和现在差别很大,你们觉得她整容了吗?